大家好,農曆7月的時候,我都進去平州拍了半天的盛會 發覺原來,平州都蠻好走的 說回平州,說大又不大,說小又不小 也有一點山行,你可以逛一下海灘,也很舒服 還有,在中環過來,我發現很多船都可以,班次都很密 還有,11點多晚上,還有船出回中環 所以就非常方便,還有食肆不少,還有超市也有 都蠻適合一家大社,隔天來逛逛山,當作是度假感覺 平州這裡,早點的漁蘭節,他們就叫做中原建宵 因為它那個,流程都很長,變成有些空位,我就四處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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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條就他們最,差不多最旺的一條街,叫永安街 這邊就沒有這麼旺,另一邊,你會看到就好旺了 那這個廟就叫做金花,楊楊廟 我問過街坊 街坊說這座廟跟那座天后廟都差不多歷史 都有差不多百多年 好像乾隆現代已經有的 還有平洲我發覺很多人去釣魚 公廠對面有個仙者廟 還有個喇喇廟 還有個福德宮即是土地廟 發覺是吉的 原來喇喇請到中間神壇供奉 行山應該右邊可以直到北邊有一條行山徑 有官方的我稍後 post張sir 大概遇到三個小時就要走上手之山 因為那天我們經常走到中間拍攝 變成不夠時間走那個 所以將來有機會再去一次平洲再走 走回一個大山 即是由頭走到尾 大腳是很多了真的很大的 小牧方正在行山之外 但雲家駅吃得很 Brasil 還有所有人才說 又懸賞良家駅 您先經過 還挺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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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